現在呢我來跟各位介紹我平常最常用的 我平常最常用的反而是最單純的 欸有點奇怪對不對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叫 Debug Video Capture 那它最單純是指它只有錄影功能 沒有編輯功能 因為那個公司它把它 編輯的功能拆開成另外一個軟體 那是屬於付費的 錄影的功能 那你說只有錄影 我用這個什麼Apple Soul不是也很不錯嗎 為什麼不用它 因為呢 這一套軟體 我錄完就可以直接播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用Active Printing 有什麼問題 或者Apple Soul 有沒有發現 錄完一段後面都有一個輸出的時間 但是不好意思 我要上課 沒時間會輸出 我就要直接做啦 所以我會選擇用 Active 那個Debug Video Capture 這一套軟體 這樣了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的設定 你進來之後 其實我沒有設定太多 我會在上面加上浮水印 告訴我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時間 誰錄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裡 文字這邊 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上面這些文字好像很複雜 其實沒有 你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那個參數的說明 如果你連參數都懶得打 現在新版本 直接包含時間 include的就好了 我只是把這個加進來 那你就看你要輸出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呢 你要不要把字加一點外框 因為我的字是有加一點外框 有沒有注意到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我如果是白色字 放在白色的背景 是不是就不見了 所以我用一個外框 然後你的字的大小 自己設定一下 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麼 第二個 如果你有需要攝影機的畫面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看你是哪一台攝影機 你要出現的位置在哪裡 還有你的攝影機的大小 攝影機的大小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就給它錄下去了 這一套沒有中文 但是也不難 也不難 那我唯一會需要特別去做的 就是我會整理一下快速鍵 因為呢 平常在這邊 它平常的快速鍵 軟體裝起來 有兩個 就是有錄跟停 我只會再多指定一個暫停 因為暫停是有需要的 所以我會指定一個暫停的快速鍵 剩下的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這裡 你在錄影的時候 要不要顯示你的滑鼠 要不要讓你滑鼠移動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明亮的標示 這個我會把它勾起來 預設現在這兩個是沒勾的 預設是沒勾 大概就這個而已 另外你剛才有看到我 是不是我在錄影的時候 都會先跳一個這個 我在錄影的時候 不是都尖跳 問我檔案名稱嗎 軟體預設是直接到 今天的日期就排下去了 所以我會到 剛剛的這個選項的這個地方 我來這裡調整一下 輸出的時候呢 我會請它先提示我 有沒有 預設紙是放在下面 直接用預設的檔案名稱 這樣了解 這個給大家稍微簡單參考一下 大致上只有這幾個 那你們一定沒有注意到 其實有個東西 用這個軟體錄的好處 我按滑鼠左接或右鍵 你在影片上看得到 我們怎麼知道 有沒有 從這邊 這裡 我從這個地方 我隨便挑一個影片來給你看 你就知道了 你要看我們錄的影片 除了用內建的 也可以用哪裡 上面有個recording 直接從這裡也可以 直接從這邊也可以 比如說我從這邊點開 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萬一 如果我想要錄螢幕上畫面 我想要把網路上的影片抓下來 拿來裡面剪接也是可以 那麼我自己平常比較常用的是 右手邊 那叫Peggo 假設我找到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有一個畫面 因為那個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歌 因為那個是我們這個年代的歌 點下去 這裡有一個滑鼠的那個 跟各位年紀相仿的時候 上面會寫字你按了 那你就把YouTube網址把它貼進去 如果我是用拖曳的會更明顯 它就會自動把你轉 用拖曳的會更明顯 這個我喜歡它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選擇 因為這個只有你播放影片的時候才看得到 我們平常在錄的時候不會看到 這樣OK嗎 大致上是像這樣 所以它錄好之後呢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因為我們用的不是付費的版本 就是它的免費版 就是所謂的非商業性使用 那30天內你可以選擇用什麼 用MP4 但是30天後你只能用API 這個它軟體Mac也有 但是你不用擔心 檔案的大小跟副檔名沒有絕對關係 重點是在什麼 壓這個影片的壓縮程式 我們現在用的是哪一種 這個 抱歉了 encoder這個編碼的部分 重點是在編碼 因為它用的就是我們講的H.264 所以今天即使你是API 檔案一樣很小 檔案一樣很小 不是說一定要用MP4才會變小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 副檔名不一樣 是插在這樣 那30天之後呢 它從3.0之後 我們在左下角這邊會有一個 它小小的一個Local 這裡會有一個小小Local 然後告訴你說你是用所謂的非商業性使用的版本 但是還不至於會影響太多 所以平常 反正我每天都打掉重練嘛 我每天都是保持最新鮮的 30天以內 這些都不會 你都很少看到我是用 有出現了 其實以前我有買過 有買過但是呢 他們家這個軟體 授權就是那個軟體的升級方案 比較奇怪一點 平常我們買軟體都是 比如說1.0然後2.0 3.0 是不是你可能是1.0就可以繼續用 它如果小更新 你還是可以繼續用 他們家不一樣 更新過兩個小版本之後就換新 就是新版本 你不能再安裝 你的需要就沒用了 軟體是不貴啦 只是我覺得 跟我們平常不太一樣 所以就變成說 它只是小改版 但是你的舊的序號 就只能繼續用舊的版本 就不能真的升級上去 所以這是它的小缺點 可是它的優點就是我剛講的 錄完可以直接播 你不用在那邊 我還要再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好 這樣 這樣 好嗎 好嗎